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客场复仇公牛之后 胡仁的战绩来到了38胜38负 他们没有让胜率进一步下跌 反而是重新把胜率拉回了50% 与此同时 胡仁也挤掉了蹄胡 在双方战绩相同的情况下 胡仁重新回到了西部第八的位置上 接下来 他们将客场面对森林郎 这是胡仁的又一次季后赛卡位战 一旦赢球 胡仁将能够提升至西部第七的位置 直追勇士 显然 在连续面对火箭和绝世之前 能否战胜森林郎 很大程度上将决定 胡仁是否能摆脱附加赛 直接冲进西部前六 胡仁能够客场完成对公牛的复仇 毫无疑问 他们首发阵容的表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场胜利 胡仁给人最明显的感觉就是首发打出优势 替补挖坑 把优势还了回去 这一点从正负值就能看出 首发五人正负值全部都是正数 替补五人正负值全部都是负数 最夸张的就是拉塞尔和比斯利 前者正负值达到了加三五 后者则是二十 两人之间对胜负的影响整整差了55分 显然 詹姆斯 拉塞尔 农梅 范德比尔特 里夫斯这套首发组合不出意外 将成为胡仁接下来稳定的首发阵容 实际上 詹姆斯 拉塞尔 农梅的首发位置是没什么疑问的 为了奠定防守的基调 范德比尔特则是会出现在首发阵容当中 在防守端面对对手的进攻箭头人物 只要对面进攻核心是一杠四号位的球员 哈姆都会把他交给范德比尔特 首发剩下的二号位位置 是胡仁球迷讨论最多的 哈姆选择继续让里夫斯先发 有不少球迷则认为 让比斯利或者是布朗这种功能性 更加明确单一的球员首发 会是更好的选择 不过 球迷的想法绝对不是里夫斯不够出色 而是因为胡仁替补基本没人了 正是因为里夫斯太出色了 球迷才想着让他去带替补阵容 事实确实如此 之前胡仁阵容有缺陷的时候 胡仁的替补是球迷更期待的阵容 往往里夫斯上来带队之后 胡仁的替补总是能比对手替补 打出更出色的攻防表现 里夫斯功不可没 如今 胡仁一旦首发下去 替补上来的表现 简直就是灾难级别的 这也是球迷希望里夫斯进入替补的原因 并不是他不够优秀 而是比斯利或者布朗在三巨头身边 能够有更轻松的得分机会 他们无法单独带队打出表现 而里夫斯恰恰相反 球权在他手里的时候 他能够成为神奇小子 打出非常神奇的表现 不过 单单从里夫斯本人的角度来看 他在首发阵容当中 不仅站稳了脚跟 同时 他的个人表现也非常出色 大家的理论也没问题 里夫斯看起来需要有球权在手 可以打出更出色的表现 但当他站在三巨头身边 球权都在詹姆斯 拉塞尔 浓眉的手中时 里夫斯的效率一样很高 关键是 无球的他 跑位很聪明 他总是能够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上 这一点他做的就比布朗 或是比斯利更出色 除此之外 接球除了投篮之外 里夫斯还能够迅速突破 接下来就是他习惯的戏码了 要么抛头 要么制造犯规 看到处于空位的队友 他也能第一时间把球传出去 这名为了胡人退出选秀的年轻人 如今已经成了胡人的重点培养对象 或者说 胡人已经不再是培养里夫斯了 他们已经是仰仗里夫斯的能力和表现了 里夫斯可以持球发起挡拆 他也可以打无球 他可以在接球之后迅速做出选择 而不是愣在原地 当机会溜走之后 重新组织进攻 一切的一切都源自于超高的篮球智商 哈姆已经在采访中表态 里夫斯会继续担任胡人先发二号位的位置 詹姆斯也在采访中称赞了新的首发阵容 从胡人拒绝在欧文的交易中送出里夫斯就可以看出 里夫斯已经是胡人的非卖品了 尽管这会让胡人在首发当中 看起来有太多的持球手 实际上里夫斯 拉塞尔 詹姆斯 农梅都有很强的无球能力 里夫斯无球的时候跑位很聪明 拉塞尔的三分能力是胡人最出色的 詹姆斯看准时机后的空窃也很到位 农梅篮下接球后的进攻效率也是联盟顶级的 哈姆要解决的不是首发 而是轮换的问题 关于胡人球哥就说这么多了 最后球哥带大家看看其他球队的消息 虽然勇士完成了对提胡的大逆转 不过单就进程而言 勇士出现了很多问题 站在勇士自身的角度 他们完全是可以避免的 显然 他们的主帅史蒂夫科尔 成了最让球迷头疼的人物之一 上半场 科尔可以说是最让勇士球迷头大的那一个 他摆出了库里 克莱 迪文 秦佐 库明佳 追梦 格林的首发组合 这套阵容除了2米01的库明佳之外 其余球员身高都在2米以下 勇士的平均身高差了提胡一大截 这也是提胡开场顺风顺水 在内线渔取渔球的最大原因 勇士疯狂收缩内线 这也给了提胡外线巨大的空间 内忧外患 双方分叉 逐渐被拉开 这还不算完 三后卫的阵容行不通 那好 克尔直接摆上了四后卫 当库明佳早早吃到两次犯规之后 克尔没有换上卢尼 反而是用小佩顿换下了库明佳 随着一通轮换 勇士摆出了克莱 普尔 小佩顿 穆迪 卢尼的四后卫阵容 这套阵容 内线直接被提胡冲烂了 最明显的就是 卢尼作为唯一的内线 他故此是比 他的正负值 一度跌至只有二十七 这并不是说卢尼不够好 而是他作为一名蓝领内线 你强行要求他 不断为其他球员补漏 卢尼没有这个能力 四后卫的阵容继续输分 克尔总算是知错了 被弃用的兰姆 重新获得了出场时间 就连鲍德温都混到了 零星的出场时间 整个下半场 克尔在大部分时间里 摆出的都是三封线的阵容 这个阵容不说人员有多么出色 至少防守端 他们的身高尺寸可以匹配上提胡 勇士的联防策略限制住了提胡 反击增多之后 库里克莱等人迎来爆发 勇士完成了翻盘 阵容改变之后 最明显的还是卢尼这点 他上半场故此失比 下半场防守压力减轻之后 他直接化身罗德曼 第三节单节抢下六个前场篮板 在混乱当中 魏库里和克莱创造了多次 轻松出手三分的机会 勇士打出高潮 卢尼的正负值 从二十七一路打到了三 尽管还是负的 但下半场 勇士能够完成逆转 卢尼的前场篮板 绝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不但直接为库里等人 创造了多次额外出手三分的机会 并且还限制了提胡的反击 一举两得 从这个情况就能看出 科尔的上半场用人 有多么错误 然而 说实话 不少勇士球迷并不会因为上下半场的反差 对科尔有额外的信任 因为勇士用三后卫 四后卫的阵容 在本赛季 已经出现了很多次了 甚至 科尔摆出过首发五名球员 身高都在两米以下的超小阵容 客场对阵 灰熊的时候 勇士的首发阵容分别是库里 克莱 普尔 迪温 秦佐 格林 这五人的身高都不超过两米 尽管是联盟公认的历史十五大名帅之一 但科尔的固执成了勇士球迷最头疼的问题 他始终会摆出一些让人看不懂 并且是公认的没有防守的阵容 科尔就是不愿意承认 有些东西光靠努力是弥补不了的 原本小佩顿的付出被认为是勇士的一个提升 结果科尔让小佩顿挤掉库明家的时间 这让人非常无奈 除此之外 科尔还习惯性地去牺牲库里 面对提胡的上半场 库里几乎就没怎么拿球 他都是处于一个无球的状态 库里当然可以打无球 但你不能一直不给他球权 这也是科尔长期的问题之一 当勇士出现危难时刻了 科尔才会想起库里 让他持球发起挡拆 有时候库里确实能做到一些神奇的事情 但有时候你突然让他找到状态 库里也需要时间去找节奏